爸爸媽媽為了生計 犧牲陪伴孩子成長 然後到外地去工作 孩子在學業上遇到挫折的時候 沒有及時的解決 然後最後選擇全盤的放棄 那其實你聽到這樣的事情 你也會想說 要用什麼方式幫他們脫困 我在這個地方開辦了木工班 教他們做木工 然後帶他們去辦展覽 然後開過孩子們的視野 透過這樣的訓練跟學習跟引導 來告訴這些孩子 其實他們還有很多的路可以走 在部落就是有個穩定的工作 然後又可以學到引技智場 其實是很不容易 因為畢竟鄉下的工作機會很少 你出去家裡人沒有辦法照顧 但是剛好老師這個機會讓我留下來 去年前年他告訴我說 老師謝謝你找我回來這樣 我說為什麼 他說他陪他的母親 走過人生的最後一年 因為如果說他一樣在外地工作打工 他根本沒有辦法回來陪他的母親 木工班的時候 孩子在運動卡本特 卡本特是從英文翻譯過來的 卡本特就是木工 木匠的意思 就是我們當了華蓮縣跟太東縣兩縣的孩子 培育他們的實戰經驗 那我們就希望說未來這些孩子有機會 能夠出國比賽 讓我們海外為國爭光 我們也能夠希望把這樣的機率 留在偏鄉 在這個地方成立產業 期待像這樣的孩子 有那麼一天 他們在這個地方 也有穩定的工作跟收入 留在這個地方 陪伴他的下一代 五島 和五島 五島 五島 八島 八島 十 八島